宋祖英灵灯春晚24年 为何功成名就后突然销声匿迹 是被封杀还是与她的丈夫有关 别看宋祖英歌唱水平很高 享受少将级别待遇 实际她的出身并不怎么好 父母都是山民 祖祖辈辈也都以务农为生 小时候的宋祖英更是没有一点音乐方面的体现 直到1978年父亲去世 宋祖英开始喜欢用歌声排遣生活的烦恼和重担 或许是因为身体里的苗族基因 宋祖英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但是声音非常清脆嘹亮 于是14岁的宋祖英就在老师同学的见证下 参加了此古障线歌剧团的招工 并与此年成为剧团正式演员 然而宋祖英并不满足于此 她又努力地考入中央民族学院音舞系 也就是在这里 宋祖英通过罗秀英和周本庆两位老师的指导 音乐素养有了很大的提高 1987年 宋祖英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青年歌手大赛荣誉奖 1989年参加五四青年节文艺晚会 而这也是她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上公开亮相 当然要说宋祖英的真正爆火 还是她在央视春晚上演唱的那首《小碑楼》 《小碑楼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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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宋祖英又用《好日子》《大地飞歌》等歌曲彻底作为女艺术家的地位 至于宋祖英为何突然消失在大众面前 外界主要有两个说法 一是宋祖英被封杀了 二是她的隐婚丈夫背景太大 不再适合公开露面 第一点肯定不可能 先不说宋祖英在演唱圈的地位 但是她少将的身份就不可能 至于为何退居幕后 主要因为2013年的时候 宋祖英被升任为海正文工团的团长 工作比较繁忙 没时间再参加演出 之后更是到了退休的年纪 所以就很少在电视上看到她的身影了 热情 为何